核泰电子有限公司迈入30周年 如今迎来了新的里程碑 与槟城州八度郊湾 进行新移动的基地动图仪式 也邀请自己志工共襄盛举 在这样的好的日子里面 也是他们动图里 然后也是我们的1013正在推动 所以他们也是每个人都付出他们的爱心 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善管 给持续来帮助这个医疗的器材 所以非常地感恩他们 这一笔善管汇聚了 全体职员的点滴爱心 早在一个月前 有公司总经理 同时也是慈禧人的吴岳英 带领全体职员一同响应 慕行慕爱 我们有这个1013 趁这样时间点 是想把大家的爱心 慕一份散念 我收到员工的善管的时候 我很感动的 就是他们都很舍得 真的 有些甚至这些权 对他们也不是说小敬闻 今天我们有工作做 我们真的要很欣慰 我们也要很感恩 你也要有什么需要 你也要在那里支持他们 和泰电子有限公司创办人 拿独色以李鸿龙 长期以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 这颗行善教父的一念心 背后是来自于慈禧人的家庭教育 如今也深耕在企业文化里 我的父母亲也是 大概有30 40年的慈禧 他们的委员证应该都是在 百号里面 所以当时我来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当时也告诉我一个 这个成功 就是成功不是因为自己 到最后赚了多少钱 而是你可以帮助多少人成功 所以从这一次的捐赠里面 就可以用这30年来印证 我在这30年 我也让这员工也成功了 那他们也有能力 来对这个社会付出 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企业因文化而繁荣 将善念化为永恒的善行 不仅为职员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也为社会带来更多良善的力量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林俊叶 谈有丽 黄瑞燕 马来西亚采发报导